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W的频道,我是你们的硬核员外 今天我要做一个开箱试吃,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在开箱之前我先来读几条评论 终于加片头了 对,接下来我就先放一个片头 我觉得阿布可以挑战一下吃多少口香糖才会饱 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嚼多少口香糖会饱吧 口香糖应该是不能吃下去的吧 置顶,你的置顶是我三连的动力 那么一样这条视频第一个三连的人直接置顶 W已经参与了鬼畜区,生活区,评论区,挑战区,硬核区,整骨区,现在是游戏区 其实大家如果一开始就有看的话都知道我一开始就是一个吃播区的 阿布能把帅脸缩小点吗,感觉有点倒 哎呀,那既然我这个人这么宠粉啊 那这样的距离不知道你觉得满不满意啊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开箱试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非洲的猴面包裹 大家知道非洲人民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 据说养一颗猴面包树就能养活整整一家人 猴面包裹呢,它不像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些食物 它看上去非常像一种蔬菜 然而它实际上算是一种水果 名字呢就叫做猴面包裹 它的生命力呢非常顽强 在非常炎热的环境下也能生存下来 多长于热带的非洲地区 在非洲地区啊,吃上一整个猴面包裹的话 能够顶上一日的三餐 一颗猴面包树呢一年能够长出200到300个猴面包裹 本来呢我是想买一整个的生的猴面包裹 但是没有找到 所以只能买了这样的猴面包裹的果实 先来打开看一下 这一袋呢就是猴面包裹了 上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孕期及哺乳期的妇女 应幼而慎用 大家知道是什么起了关键作用勾起了我对这个猴面包裹如此大的好奇之心呢 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猴面包裹下面的卖家评论 看我们中国人民生活是多么幸福啊 人家非洲人就吃这些东西 怎么说呢 非洲居民真勇敢 谁吃谁知道 好奇害死猫 最关键的是这一条 大大提升了我对食物的耐受下限 听着就非常有好奇心 对不对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水果可以提升人对食物的耐受下限 这一包呢是有一百克 一粒一粒看上去非常的多 这个果实上面还有一些像是草根的一些东西 这里就是花了四水元买的一百克猴面包果实 放在这里看呢 看上去就像一堆带着杂草的小石头 这个猴面包果实啊 放在这里就很像是那种带着杂草的一粒一粒的小土块小石头的感觉 而且摸上去的话 还带着一些坟墨 给大家拿近一点看一下 完全看不出是一种水果 感觉它非常的干燥 果然这非洲的水果都是缺水分的呀 朋友们就是这一颗果实 即将提升我对食物的耐受下限 这个吃之前是不是要把这些草根拔掉 拔掉可能拔不太干净 好干啊 稍微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吃起来呢就比较像是面粉的感觉 比面粉还要干一些 里面的话还有它的盒 这个杂草应该是要拔掉的吧 这个杂草嚼在嘴巴里口感异常的奇怪 一颗果实里面居然有四个盒 我们挑一块这个干净一点的来吃一下 我稍微有点能够理解 为什么叫做能够提升对食物的耐受下限了 说实话这个果实吃起来啊 根本没有面包的感觉 跟面包完全扯不上任何关系 这个味道呢单从它的口味来说啊 比较像是山楂的那种味道 但是口感呢是吃土的那种口感 就像嘴巴里含了一坨山楂味的土 然后它会在口腔里慢慢的融化掉 最后只剩下它的那个盒 然后中间还拌着一些杂草 就这个东西真的能当饭吃吗 感觉吃下去好像跟没吃东西是一样的 酸酸的吃完以后反而更开胃了 直接这么多来一口 完了 现在感觉嘴巴里全部都是那些草根啊 这个东西真的 不太好吃 我挑一块大一点的 来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观众老爷们来吃一口 不吹不黑啊 这个猴面包果呢 它本身是蕴含多种微量元素 与多种维生素的 是非常有益健康的一个东西 真的单从味道上来讲 也就比吃土稍微强上那么一点点 引诱卖家评论里的一句话 出生在中国真是幸福 不用每天拿这个东西来当饭吃呀 好那么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 不要再白嫖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转发